什麼決定設計 我想 決定設計就是決定這個設計的目的 目的是決定設計的意義 在我們生活之中 大家很容易想到商業目的 設計有銷售有取悅客人 商業的目的一定是設計其中一個決定性的起點 再說下去 我相信是一個城市 是一個國家 文化決定設計的意義 當然 再說下去 文化會相關歷史的意義 會不會有成全這件事 設計是擔任一個角色 如果今天大家把設計的目的很個人化的話 或者設計和藝術 大家有沒有一個清晰的界線 這樣看個人的目的都可以決定設計 當然 我待會說下去 他也有個人的創作 以我來說 到今天 設計在這個世界之中 我相信 當然 社會價值 也都是決定設計的 我認為是最新的 今天和未來 我大致上是這麼分 再理想 那些設計和生命 有沒有直接關係 都可以談得上 這個是再遙遠一點 更高的一些理想 看回非文 認識了 相信都 三十年過外 他的歷程也都 在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身份 或者是 歷程 在這邊多些 可能在那邊多些 我想有不同的階段 眾人都看到 最初當然是一個 很純粹的設計師 尤其是 在文化方面 在他起點的時候 可能因為 是和近叔 的拍檔關係 近年來 也做了很多文化推廣 所以 文化 決定了非文的設計 一些方向和價值 是 早期大家都看到 也做了很多 很多很好的文化推廣 一些 海報 書籍 甚至乎 空間設計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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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期 看到 Felman 一些 很獨特的 一些視覺語言 感情的表達 在一張海報上 和 林延珍和 胡恩威他們合作 一直下來 文化佔了很大部分 我相信 當然 他們公司也做商業 商業這部分 決定 Felman的設計 這也是一個 理所當然 還有一個 在商業競爭的設計圈裡 都是一份子 和參與 生活上 大家記得最多 當然是 葛神士 這個 水樽 我相信 見證了它 一個重要的項目 當然 有參與很多 其他商業項目 甚至今天 由香港去到中國的版圖 參與 創意 今天做商業項目 可能成全下一代 更加參與 比以前更加多 相對地 在中間的階段 Felman也是一個很活躍的當代藝術家 由自己出發 由公共藝術做 這是很個人的取向 個人的價值 很多時候我就看 延續下來 由他的人形 椅子 各方面 去看這個 方向 位置 以至權力 那次的話題 相關的話 我相信這些都是 但是 Felman 有六十年代 好像我 其實大約一年 大家都在那個年代 六十年代 由 窮變成 一個國際都會 變成一個大都會 重要的經濟中心 以致回歸國 一路下來 一個 這麼多起起落落的轉變 我相信 我相信 這個方向 以為之 是 一個 幾代表到香港人 不正式代表他自己 我都相信 是一個 好的題目 當然 另外一部分 就是他 參與了很多 從政府的角度 Design Center 那方面 對創意的策略 創意的整體推動 跟那個 投資大了 例如 VODW 扮一些 FFA的 折角獎 在這方面 參與工作 多了自然 我想 去那個 專注個人做創作 那方面 是比以前少 的 我經常都笑他 你可不可以回來做多些設計 因為我很想看到 他 當初 小時候 那種 對 設計 那個 美學 那個 探討的可能性 那個熱情 我想 持續 見得到 這個是 我私人的 一些感受 如果我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只會從一個 我觀察 或者很客觀 客觀 客觀其實是主觀 我去 我去 去 去 找一個 答案給你這個題目 我會說 盡念 決定 劉小巷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或者我一直觀察下來 當然 在近縮的公司 無論是參與 跟我說的 商業文化 近縮是一個 在我們行業當時的 一個 領導地位 一個 很前進式的 一個 探討 平面設計 探討 商業設計 或者文化 推廣 當然 我不可以否定 近縮決定劉小巷 但是 這也是一個 我相信 潛延默化 也是他的老師 也是他的工作夥伴 也是面前的工作 當然我不否定 但是我更加覺得 他的轉類點是 盡念 和盡念的合作 我相信 從他的 由海報參與 他們的展覽 以至後期 劉小巷的拆展方向 和盡念緊密的關係 就是 種種種種種 引申到 因為盡念的劇場 而令劉小巷 開始做公共藝術 我相信 那個是 打開了 劉小巷 另一個 世界 我覺得 回頭 看到今天 那部分 更加是 代表劉小巷 有一個大的範圍 所以 我大膽說 盡念的合作 決定劉小巷 設計 必須和一個地方的文化掛握 設計 因為設計 是一個 日常之間 從你眼看得到 去感受到 去溝通到的 一個橋樑 手段 背後傳達的訊息 是 比畫面更重要 畫面是一個引入點的手段 是吸引來的 或者將事情 講得更加深入 但是 內容本身 是更加重要 所以 在我們生活之中 無論是 你見到商業的 文化的 個人的 所有的 視覺溝通 其實不能 離開了這個城市 這個地方 或者這個國家的 大家對 事情的 一些 價值觀 對事情的 一些 理解 以致 人論 所有的關係 的 一些看法 這是建基於那裡 所以 一個城市 香港的城市 這樣說 如果我們的文化 由 漁港 變成一個 窮的小城市 變成一個 大都會 中間我們的文化 沒有這個背景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溝通 文化和設計的 畫梭或近的關係 其實從他第一代設計師 又提到近叔 他如何把文化歷史 去當代化 或者是陳友堅先生的 東晴西雲 怎樣 East Miss West 大家都見證到他們兩個 很大的系統 一直去到我們下一代 承劫下去 當然我們再承劫下去 時代的轉變 潮流的轉變 西方的 一些文化 因應交通 因應科技 侵入 或者是介入我們 一個中國人的城市 以至 種種種種種種 很多視覺的語言 的變遷 品味都不同 我們那一代 怎樣演繹文化 我相信是比較complex 尤敵都介入了 社會性的元素 乃至再往後的政治元素 都在藝術設計 都多樣了 面貌多了很多 當然設計師 或者是一個 一個視覺創作人 的取向 或者是關心哪部分 是見仁見智 也都應該尊重個人的取向 又說回 這文其實是 涉獻的煩 是幾多的 其實 尤其是個人的部分 和鄧椅的 椅子 那個系列 延續到今天 我相信 亦都是 他創作的路程裡 在那裏面 墨落上 或者是 顯出 他的心態 回應 這個城市 一個 堅持 我相信 亦都是一個 很耐心的 一個很強的 一個信息 那 這個 特別看得到 處計師 參與一個創作 其實背後的 一個 原動力 或者那個 那個意義所在 是 以至這個系列 特別是 清楚 對 我想年青一代 來看 無論是 以一個 很 設計師的 身份 去看待 或者以一個 藝術家的身份 去看待 他 做 視覺創作 我相信 學生 有學生 今天 或者是 年青一代 有今天 自己的 觀點 或者是 不同的價值 不同的追求 但是 看回 劉小安 過往 我相信 大家都覺得 這是過去 超過三十年的 一些見證 嗯 是過去 坦白 但是我覺得 意義重心 在年青人 看的時候 就是 究竟這三十五年的 過去 在當時 是怎樣 去 去嘗試去看回 剛才我也談及到的 香港的轉變 一個設計師的轉變 或者在不同的時候 用不同的身份 角色 媒介 不同的平台 去參與 目的是什麼呢 裡面是 現實生存 還是 理想 或者是兩方面 有沒有 共識 呢 還是 好像 我這樣 必須要 Stanley Wong 和有一生人 完全全是兩條路來的 我想在 剛才說的 我都看到 這兩部分的存在 有沒有中間的 那個 陷阱的位置 我想 年青一代 年青一代的 年青人看 是 因為我 我觀察 是 新一代的 香港 試過創作人 以至中國 可能 大家 比較單向的 看 是 我想 宏觀 不是 多的 面向 是 劉小康 個案 是給大家一個 一個 perspective 啊 也都是 看到 啊 設計師 那些 藝術家 其實 怎麼抓著自己的 目標 而 能夠 定位自己 啊 其實 定義劉小康 重要 一個定義設計的 因為 中間的 都是看到他 找自己的方向 找自己的位置 如果 你不能從 歷史文化 那個timeline上面 找出去 怎麼來到這裡 其實 他也不知道 他站在哪個位置 往前走 我想 這個 這個是 我最近一次 做完日本的展覽之後 看出 全城這個 重要性 我想 大家 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相信 會得益很多